接下来早安 大家好 那我们的游戏可以呢 我们的游戏 我很喜欢孩子抱歉看着人家的样子 之所以取名为贝 是因为贝的东文是宝贝的意思 而誓言草象征性恋的女孩子 今晚见到这一个作品 当做的还什么样子 是 今天是国立和美实验学校 學生作品的仁爱坐立的 这个发表记者会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 为动物方向曲 那这个坐立发表的活动 其实是由我们学校 以及仁爱文教基金会 共同来办理 仁爱文教基金 常年支持我们 和美实验学校 身心障碍孩子的一个学习 那这个坐立其实就是收入了 由我们学校特教部 许多身心障碍学生 以及我们学校融合教育学部 普通高中的学生的一个 学习历程的作品 那把他这些作品呢 收入在我们的坐立里面 那预计在2023年的时候 来作为坐立做发表 那今年的主题叫做 《动物狂想曲》 那这个主题其实呢 是第一个 符印着由 借由我们孩子的这个 学习历程 那他的一个成果 那来扣合到我们 现在108課纲 自发互动 共好 还有融入了现在 国际教育 我们的这个 联合国永续发展的 这个17项指标 也就是SDGS 里面有像性别平等 还有最重要的 我们的这个 海洋的教育 海洋的生态 那以及呢 这个陆地教育 陆地生态的一个 这个关心的一个议题 来做结合 那透过这些孩子 生命感动的 艺术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从 像友善的 这些动物啊 还有我们的生态环境啊 那我们大家 社会大众 可以重新再去思考 我们大自然 以及人的关系 那每一个生命 都应该要被 重视以及尊重 这样的议题 来做出发啦 那我们今年 里面的作品 都很精彩 每个孩子都很用心的 用他的生命力 来去创作 所以呢 我们期待 这一本桌地 可以在2023年开始 365天都伴着 拥有这本桌地的民众 来一起共度 美丽 未来的一个新生活 那在这边 再次 谢谢大家 那也请大家 来享用我们这本桌地哦 谢谢 我的表情都不一样 嗯 为了升学 需要的去练习 然后参考 安库生的拇指姑娘 然后再加入自己 一些天马行空的想像 才会画出这幅作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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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